太極拳 忍之士 太極拳沒有弓箭步 很多人練太極拳都是從戰裝開始 但是你知道嗎 太極拳沒有所謂的弓箭步 因為你只要佔弓箭步 就很難運用化境還有身體的各部位的打擊技巧 弓箭步反而是太極拳所說斷徑非常嚴重的步伐 可是這種看法只限於太極拳而已 要注意 行走要如履包兵 很多人在練太極的時候都會直接重心往下踩 這是太極拳的打擊 太極拳必須先出腳才可以移動重心 而這也是太極拳基本中的基本 少了這個 你的太極拳不但不靈活 而且速度也會很太極 肌肉 很多人都說太極拳就是要鬆 不要像其他拳一樣一直練肌肉 其實太極拳和敵人碰在一起的時候 瞬間扭轉你的肌肉然後發出力量 是在非常近的距離打擊對手 有人說練肌肉會導致心肌梗塞等等一堆疾病 但是如果你不適當的練肌肉 才會導致你退化萎縮 尤其是腳 很多人雙腳無力 老人退化不小心就會跌倒 練習的時候眼神空洞 很多人在練太極拳的時候 有可能是因為套路太長 或者是他根本就想要放空吧 其實這樣子的練習 只能說你只是隨便比一比而已 因為你毫無目的地在做動作 就算是在打坐也不是讓你坐在那邊發呆 不管你是在練太極拳還是在做其他事情 恍生都是非常不好的 這是許多人在練太極拳的通病 很多人為了要展現他的盡力 或者是肢體的優美度 讓身體晃來晃去 這裡動那裡動 其實這是不必要的 國術流傳著一句非常著名的話 叫做 大動不如小動 小動不如微動 微動不如不要動 意思是指 非必要的話 身體的部位就不應該隨意晃動 除非你是不得已的 不然最好不要亂晃動你的身體 看完以上這幾點 你有更了解太極拳了嗎 喜歡我的內容的話請記得按個分享 或是按個讚 訂閱也可以喔 謝謝